很多台灣人都會特別到廟裡面去 把這些神像請回家來供奉參拜 但是你能想像嗎 這一尊一尊精美的木雕神像 它裡面裝的竟然是來路不明的妖魔鬼怪 在高雄就有這麼一名特殊的宗教人士 他會專門到人家家裡面去 要處理這一些被邪魔入侵的神像 其實講處理是比較好聽 事實上是又砍又砸 把這些神像 法器 甚至神桌 通通都破壞 他自稱是呂師兄 他說他是奉呂洞兵的指示 要斬進這一些假扮神佛來騙香火的邪魔 但是他這麼做真的有用嗎 神明在辦事對整個不用溝通 因為整個本身就是做了 不可以帶到受影響 做政策的職責 所以神明直接來就是拍 我… 神明在辦事對整個不用溝通 其實裡面在拍 那些都有身材感到他的行為敵的 所謂的鬼 鬼神 鬼神 到底你敬拜的是鬼還是神 其實我自己都沒有辦法分辨 這是老實話 好像有人在抓你的衣領 然後抓你的肩胛骨 是從後面是抽離的 鬼就是在我們拿來 他所謂是他面有跟他的衣櫃 看出來打出來 殺神像 鬼神桌 甚至還幫人催吐驅魔 追迷男子的超狂行為 在網路上引發熱烈討論 他到底是誰 又為什麼如此癲狂 隱身在高雄三明區的這一處神壇 就是這一名男子的服務處 神壇供奉的主神是呂東斌 而他自稱是呂先祖的代言人 這位呂師兄說 自己本來是平凡人 和先祖結緣是發生在十二年前 當年本該平靜的修行生活 當年本該平靜的修行生活 卻因為先祖的一句交代 讓他的人生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第四孤孤季的時候 是正常說他左右護法 那些都拍咪叫我牽出來 那些都是鬼 裡面都是鬼 叫我牽出來 護法神像裡藏有拍咪 真的假的 一般人怎麼敢隨便亂丟神像 我們要幫忙做事情 我們可以聽話照做嘛 叫我們牽出來 牽出來之後跟警察叫 類似的雜神像情節 就活生生在他修行的廟宇上演 任憑他好說歹說結識 這是奉旅先祖的指示 就是沒有人相信 就是因為裡面有鬼 所以先把尖鎖下去 就直接處理掉 怕燙掉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毀壞掉 毀壞掉不可以用的塞索用 這個塞索用 因為整個個東西 用過的東西 那些神明哪有可能再去櫃宇 因此呂先祖 讀書一格的記事原則 卻不被廟方所接受 呂師兄只好回高雄老家替鄉親服務 家裡拜拜 我們都要了解一下 你是有做很多神書嗎 你有普及做路 救助兵軍 四處保持沒有 四處救災沒有 你今年沒有做很多神書 為什麼神明要給你們家裡 給你拜 你等於神明 去廟宇跟神明 請到廟宇跟神明來 你五禮拜你就比神明更大 是不是 所以相對的 我們一般正常就是要廟宇拜祝 一般不是一個拜拜的地方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刺耳 呂師兄這一套記事理論 就是這麼另類 我經常說 神明度重量 沒有在度個人 有一個人剛才在自修 都要黏金 黏米度 剛才黏幾天 一天要黏幾百或幾千 結果離越強求就離離越遠 來的都是鬼 並不是神明 或許有人不認同 但這一番言論的確很狂 海鎮有不少人 因為運勢走狹坡 上門找呂師兄 展思佛 一年多前 這位吳先生和他的母親 身體越來越差 呂師兄早就警告過他 家裡的神像有問題 但卻被他當成耳邊風 突然間有一天 記得那個時候我都很累 然後我要照顧媽媽 然後覺得說我躺在 總之我已經睡了 到凌晨的時候 突然我的手肘 我的手肘 因為我應該我的力氣 也滿大的 可是我是生平第一次 被鬼壓床 感覺到說真的是有人抓你的手 抓住你的手 可能就是我要喊也喊不出來 可是我看得到天花板 可是我的手是不能動的 健康走下坡 還疑似被鬼壓床 難道真與家裡的神像有關嗎 我就跟我媽講說 其實我就抱怨說 拜那個是怎麼有效 拜給我 我給你照顧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你我給你拜的你們一櫃都沒有 你沒有要給我照顧三天就算了 你就給我看面 就給我虛人這個 我那個時候就開始萌生說 我要處理這些 這些神像 就是一次爆炸神壇 回壞神像之後 吳先生母子倆就能重拾平安嗎 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所受益到的是我的思緒也好 或是我家中的媽媽 從我觀察她的身體的變化的感受 就差別很大 有這麼神奇嗎 於是中的理論是 家裡的神像 一旦被邪靈給入侵 就會影響全家人的健康 必須要斬草除根 那麼同樣道理 要是邪靈入侵人體 又該怎麼辦 畫面中 余師兄用她的手指 伸進女子的嘴巴 一邊念咒語詩法 到底在幹什麼 有一次 就倒下去了 然後起來就 就跟師兄師姐說 嗯 我怎麼會坐在這裡 所以我就說 嗯 我怎麼坐在這裡 她說 你剛剛都忘記了嗎 我說我真的沒有印象 就是自己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親身經歷所謂的生喉嚨驅魔 外人看來驚悚 追明郭太太卻是談笑風聲 真有這麼一回事嗎 因為我小時候生很長一段時間的病 就是都找不出病因什麼的 後面就是又突然好了 然後到前一陣子 我就開始平凡的就是出車禍 然後又胸部又長腫瘤 然後就是你沒辦法解釋說 為什麼會這樣 雖是纏身 健康又亮起紅燈 郭太太當時被嚇到六神無主 才剛結婚就要在胸部動刀 這樣子好嗎 郭太太考慮了好久 那一天她被朋友帶來找女師兄 沒想到卻被一眼看穿 她整個人不對勁 拜完拜她就說 你要不要處理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說處理 我也是一個問號 然後想說處理什麼 她說就是我有卡到這樣 你要不要處理這樣 我想說好啊 反正也不排斥 就是個姑且一次的心態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我好 她來 妳不要走 死不完的歲運連連 真的是協靈在作祟嗎 我們當時有一間房子 整個氣 它躲在我們拿來躲一段 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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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氣也很痛 它用它掛釣 強制驅離 不一樣 它回來了 都會堅持 持續的來 持續的來 到有一天 我覺得說 我的胸部怎麼這麼的痛 一直很刺痛 是不是 有些擔心說 是不是惡化了 情況越來越糟 難道屈膜 反倒是得其反 然後就有一去檢查 之後她說 小姐妳胸部沒有腫瘤啊 都沒有東西了 那妳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 我明明就是前幾個月 我來的時候 妳還跟我說 一直在持續長大 怎麼突然就沒了 然後妳就覺得說 怎麼這麼的神奇 然後醫生也沒辦法解釋說 為什麼明明就是一個東西 在那邊 妳突然就不見了 該怎麼解釋這一切 不管是生喉嚨驅魔 還是雜神談趕鬼 這一切都是如此害人聽聞 有人懷疑 這根本是裝神弄鬼的騙財招數 真的嗎 神坦的牆壁上 卻是貼著隨行樂捐的稿 呂師兄也一再強調清白即是 包括生喉嚨驅魔 必須經由當事人同意 雜神談趕鬼 也得先簽戒結書 雙方你請我願 他從不會巧立瞑目收費 聲明辦事 不會說 上四人不好 萬千桌子在小槌 三時 營過什麼 那都騙人的 我們逆向思考一下 我上四人做得不好 我這四人要怎麼做 所以不就 上四人做得不好 萬千桌子在小槌 這件事 說到那 那就是整個都在統帝 整個辦事 言論又嗆又辣 女士兄不會言 他經常被同業威脅 叫他閉嘴 也被人到衛生局檢舉 說他涉及醫療行為 但他堅持走自己的路 連中原普渡都被他嗤之以鼻 於是兄說 不管他的理論 是否能夠得到認同 他都會堅持他的即時之道 目標是幫呂先祖 蓋座大廟 然後渡畫更多有緣人